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股仓 一个分享投资知识成长的地方 今天来分享一档获利转积股 最近又来到一个开始注意到的好机会啦 它是我们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分享过的一档新建仓的一件股 黄翔 最近回到一个合理价区间 并且大户持股比例是越来越高 筹码越来越集中 而且黄翔有一个蛮特别的筹码分点持续的大买 后面会来跟你分享我的策略规划 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啦 那去年是黄翔获利最差的一年 但为什么却是一个好的投资机会 今天影片也会来跟你更新几个关键的资讯 从一月分享我第一次建仓之后 黄翔大概有两个多月股价都是维持在一个横盘整理 一直在40块出头都没有什么动静 在今年大盘强势夺头的环境下 同样的这段期间大盘是涨了12% 当时就蛮多人留言问道 黄翔都没有什么动 本一笔又偏高 真的能投资吗 如果看到比较短线的股价就开始怀疑 不过时间再往后来看 低级过后 黄翔开始迎来一波强势的涨幅 最高来到接近67块 直接冲到昂贵价了 但这时候反而就不建议继续追高了 一直到最近黄翔降温了之后 股价又回到一个合理价区间 我重新又回来注意到它 也想来跟大家分享聊聊 黄翔最近半年的涨幅是30% 赢过同期大盘的23% 其实银剑股一直都是这样的股性 很适合给愿意等待有耐心的存股主 不追求短期能赚到大钱 但长期下来 基本上都会有还不错的报从率 股价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就启动 过去有分享过很多很棒的一件股 也都是这样表现 老朋友应该就懂啦 台湾在房地产有非常健全的公开资讯 只要愿意做功课 是可以非常好的掌握未来两到三年的获利 而股价最终就是反应基本面 当业绩开始发酵在财报的时候 自然股价就会追上它的基本面 所以我持有一件股的心态 遇到短期的下跌波动 心情都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从过去的经验上 通常遇到股灾回档的时候 你见股是相对能更抗跌 就像台湾的房地产一样 所以作为资产配置 整体波动会更加的稳健 那今天影片就来完整的更新给你 目前问到最吸引广想的资讯 想看文字版的 也可以加入我们专业版的专文章 会有抢先看的文章发布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是专门为长期投资存股主开的频道 如果你想透过投资创造更多的备用收入 以早财富自由 那绝对要订阅这个频道 才不会错过每个赚钱的机会啰 我会分享很多我自己也持有的好公司 更重要的是 也会告诉你背后选股的逻辑 这才是更重要的事 我们也可以互相交流心得 频道开了这三年左右 平均都能带来每年双位数的报酬 那今天这期内容 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出来的资讯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支持一下 还有把影片分享出去推广给好朋友们 或是透过频道的超级感谢 来赞助我一杯咖啡 对这个频道永续经营下去 会很有帮助哦 如果想了解更多进阶的内容 可以直接订阅专业版的存股APP 会有更多ETF 银建股 基欧股的进阶资料 帮助投资更加分 那现在争取到开放年度6折的优惠活动 有兴趣的赶快把握这次难得的现实优惠咯 回到今天的主题 黄翔股票代码2545 黄翔建设成立于1991年 至今超过30年历史的老牌建商 前身是黄明建设 在1996年改为黄翔 公司过去建案都是以新北市地区为主 后来又跨足到台北市的金华地段 都更和围绕改建的案子 优越的股东会 黄翔建设董事长廖年吉也提到 正在台中看地 也会往中南部发展 我们从最近几年 黄翔的股价总是可以看到 从2019年最低点到2022年的上半年 股价上涨了大概200% 但之后到了2023年 大概一年半股价都没有什么变化 这我们可以对到黄翔EPS的变化就可以知道了 2019年是黄翔的空窗年 接着之后连续三年都是业绩很好的年度 EPS都至少有在5块以上 所以股价也就是一路的往上爬 这其实可以从更早之前 就提早预期 EPS的变化趋势了 这就是你建股最棒的地方 很容易做出趋势投资 我们等等后面会从几个指标来跟你分享一下怎么来观察 去年2023年也是一个相对空窗年度 所以股价也是对应比较平稳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不过到了2024年 黄翔又来到一个连续业绩入账的开始 后续的案子将会连续的开出 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年一月选择开始布局的原因 把握这一波新的循环开始 我们就从几个财报和建案状况的资讯 来分享一下黄翔目前基本面的趋势 从财报的观察老朋友就知道 一定要先从存货来看一次营建股的大趋势 最新的财报存货金额是到了319.2亿 因为上半年黄翔NRT的交污 所以存货金额会略有下降 但依然维持在300亿以上的高档 黄翔还有大量的土地资源 我们有再详细的来聊到 所以在中长线的动能上没有问题 大趋势依然是持续向上的 一档会成长的营建股 在存货的表现上 拉长趋势一定要是一个持续成长的 这样的建商 长期才能将资产越滚越大 这跟其他产业就比较不同 电子业的存货货存多了 可能是一个负面的讯号 但建商的存货不外乎就是土地 房子这些资产 就像我们个人一样 持有越来越多的土地和房子的人 随着长期的通膨上去 资产一定会持续越滚越大 也就是有这些资产价值当作保护 所以你也可以发现 营建股在碰到股灾的时候 回档也都比科技股低的非常多 甚至还很多是持续上涨的 所以我在选择营建股的时候 最首先一定是会先去确认存货的变化 这是用来确保中长级价值的趋势 那因为盖房子是需要时间的 可能是几年后才会发酵到业绩上 所以看到存货增加也是不用马上投入 我们接下来还要搭配两个指标 来确认投资的时机 这样资金的运用会更有效率 现在看到合约负债 合约负债表示的是已经签约卖出的预售屋 预先收到的工程款 因为还没有交屋 所以收到的钱会记录在合约负债上 等待完工交屋的时候 这笔负债就会瞬间转为营收灌入 所以观察合约负债的变化 就会是更接近营收的指标 比起存货金额的增加 可能是来自于手上的土地和房子的数量 但金额成长并不代表是卖得出去 但是合约负债就是扎扎实实已经卖出去的房子 可以看到现在幻想的合约负债是12.19亿 是创下了新高 也就是说外营收是绝对会创下新高的 为什么持有引荐股可以这么安心 因为就是扎扎实实的数据已经告诉我未来的获利了 基本面走在正确的路上 如果中间有股价的回档 反而我都会把握机会来加大股数 接下来要知道的就是手上的案子什么时候入账 还有多少案子规划中准备开出来 这样就能完全的掌握到一件股整个获利的脉络啦 龙翔目前手上的案子共17笔 去年完工的台契北战 规划是以出租的方式收取租金 目前了解到已经开始待看租客了 预计今年就会开始贡献租金收入 在今年的部分 3月完工的黄翔ART销售率已经达85% 目前陆续办理交互中 从3月之后陆续会有营收入账 预估这两个月还会有15亿左右的营收 而黄翔签翠实照已经取得 今年底应该可以顺利完工交互 黄翔签月目前预计10月才会取得实照 估计整体交互时程应该会跨年了 我自己先出抓1⁴在年底前交互 3⁴会落到明年 这两个案子是已经都全数完销了 今年非常有机会能创下8年营收新高 而2025到2026年还有5个案子会完工 总完工金额还会比今年高出2倍以上 而这往后到2027年之后的案子规划 杭州南路案和富士林夷案 建造已经在申请中 今年应该有新的推案消息可以期待 还有最大都更投资案大成三 已经在本月完成全户迁移 准备开始东宫拆除 完工时间从原本2029年提早到2028年 而除了这些已经推案的计划外 黄祥手上还有超过4万坪的土地 有都更的围绕改建的 也有纯置建案 另外有部分是属于核建 同时还没有揭露全部的核建比和总销金额规划 不过我目前出过来看 归属黄祥的土地面积还有超过年度推案量的10倍 分布在预估6-7年内完工的话 平均起来每年度总销还会比今年再冲下新高 从存货到在手土地安量观察 我是非常安心的把黄祥作为近年可以长期投资的选择 那整个完整的建案列表 销售状况和获利预估 会放在专文章中 提供给想更深入研究的朋友啦 那在价值评估的部分 黄祥因为去年是空窗年度 股价也在区间震荡盘整了一年 我们也过完5年本金比来作为评估 目前处在合理价阶段 是我今年第一季新布局的标的 在前两个月冲到安归家之后 就没有再买进了 最近重新回到合理价 我会开始每个月分批买进 那从最近30天的筹码也可以看到 买超第一名的是国票博爱 买进了1250张 总共7405万 买入均价是59块左右 看了一下这个分点刚好是在公司的楼下 倒是可以特别来关注一下 不过通常有一些地缘分点大买 不得它股价就会很快的有反应 只是长期在这个区间可能算是不错的位置 所以我自己的操作 还是会维持分批的计划 维持到初前期过后 但股价如果有比较明显的红K拉抬 就会比较积极的加仓啦 那我一样会持续追踪 广想最新的动态更新给大家 也会有更多好的肌肉股机会分享心得 记得订阅就不会错过每次的讯息咯 最后不要忘了顺手点个赞留言支持 那我们下一班再见 拜拜